人生中第一次的 日本制游行 日本東北極致之湯 START 就是比較窄一點點的小浴缸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人生都超級突破的一天 就是我要追求我人生的 極致之湯 追到日本去了 人生中第一次的 日本自由行 我上禮拜才剛訂好機票 那些住宿什麼的 完全都還沒有訂 最終極的自由行 好那我們這趟就來看看 自由行的魅力究竟有多可怕 就要去趕機捷 這次是坐星女航空 我的目的地是日本有名的溫泉之毒 我決定了 這趟日本行的我就要 果斷 堅決 我現在臉超爽的 天啊 噁噁噁 來挑戰第一行下週 我今天 最最最最期待的 就是 新日航空的飛機台 哈哈 我們飛先台線了 會不會跟其他的飛機台圖一樣呢 這邊是去灌一些岡山 一些比較有名的日本景點 那這邊是現台的排隊人潮 基本上只有公姐 我應該不會賣掉吧 飛機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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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我的座位靠床 光是航空真的太酷了吧 請問有飛機餐嗎 有 等下就在等著 好期待就好 謝謝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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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去做那麼簡單的品牌了 來 好了,我現在一直不怕 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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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飛機餐 我要吃 Imo 來,上去 我要來開箱 新鱼的電機餐 可可米香丸子 水果 插包 菇類沙拉 奶油飯 然後加上番茄雞肉 阿里的蘿蔔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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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活著下筆記 真的不得不說 新鱼還真的是還蠻有水準的 把她的服務 還有她的設備 洗手間 坐位 我覺得都很舒適 先抬這邊的路徑檢查 我想像之後還把我所有的行李都打開 然後小包包也都打開 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看一下 然後我剛才就是凶兆直接丟在這邊 然後我超級害羞的 我跟她說 好,那我就坐在這邊等其他人到 決定先前往租車的地方 其實我有點怕當天之後會沒車耶 好,我們先去租車的地方看一下 發現了 我問我 這是什麼? 完全沒有人 你剛剛打給她 然後她不會講一文 對 所以激動於阿翔的情況下 我說 完了 這也沒有辦法 好痛 你剛剛是不是講太難了 你知道說 我只要說 我就說 好,換我換我 我就不信 以我的ID卡 他們會聽不出來 我們是日本需要這樣結束了嗎 都在翻譯都頓過不會不會 相信老闆 相信老闆 We are end 最後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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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nal code Hello I need a car Yes OK 我就是忘了說I need a car 你是不是講了什麼 Rental什麼鬼的 I want to rent Hello Yes Oh Five day Yes OK 這個這個希望蠻大的啦 我們不會困在這邊了 最終老闆出馬 太屌了 完全就是剛剛換你一個人啊 剛剛那個完全全部都講日文 然後只說sorry OK Thank you See you later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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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屌了 有沒有破一尾牛日文 是有靈性的嗎 就因為我們都知道對方一尾不太好 所以呢我們都這樣 Oh yes Oh yes 然後盡量給對方信心 就是你不要覺得說我聽不懂 就是你早一有那個聽不懂的感覺 就是對方就淡去 你不要讓對方有那種感覺 所以你要大聲講 Yes Yes See you later 那他就會自信心抱抱 你這是一個很勵志的故事 哈哈哈 有沒有我去讀一文啊 再見我們啦 好 什麼什麼什麼 嘿嘿 天哪是幼駕 他是我們的神嗎 我應該不會被戰軍賣掉吧 哈哈哈 喔到了到了 這是他們的據點 看起來有很多車 嗚蛤 對啦 助理還講什麼沒車 哈哈哈 我剛剛往路上查聽一下 有車 看到沒 Dlegere 莫非我 是適合在日本生活二人嗎 嗚蛤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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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租到車了 Yes 第一個難關一解決 後面會事路破竹吧 This is our car 我的車 終於坐車了 那我們可以出發了 還沒有電盤電 完了 現在已經快晚上六點了 不知道聽不聽得到 來出發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往這邊看的 往那邊有車 車是往那邊來的 我們要去對向 對向才是往這邊 這一向是往這邊 不要一直往這邊看 右轉 右轉是在右邊 右轉在右邊 我沒有開玩笑我剛剛真的下一個儀式 日本東北極致之湯 尋找之旅 開始 現在是晚上 這邊晚上六點的時間 現在還蠻亮的 然後呢我們要來吃 最有名的了 善智狼牛蛇 現在可是牛蛇之都啊 到了 好舒服喔 現在大概22度而已 那我們就 進去了 我在日本的第一餐 善智狼牛蛇 那我們就進去了 我在日本的第一餐 善智狼牛蛇 都是定食的方式 好厚喔 好厚喔 它的一個set會有一碗飯 然後裡面有醋 還有湯 然後湯裡面會有很大的肉塊 肉塊兩塊 會有沙納 然後跟 我剛剛選的是超厚牛蛇 蛤啊 吃飯啦 我現在日幣在換算 有點猛欸 因為我們 剛才吃了 剛才是吃了七千多日幣 那在換算台幣 一千 差不多一千五一千六 然後我吃的滿年通紅 超金屬的 就是我點的是 三千四 沖頂的 精選 極厚牛蛇 那個等級的牛蛇 如果在台灣的那個 老甘北吃 沒有定食 就要一千多塊了 那我們現在就 來地方吧 欸我沒有騙大家喔 現在晚上 7點10分 才準備要訂房 怎麼樣 夠刺激夠為之吧 感謝我們這一集 有Shopee爸爸贊助 因為這集有Shopee 所以它是會有很豐富的現金回饋 我不用怕說 用超貴的錢來訂到房間了 沒錯想不到吧 Shopee連住宿都有現金回饋 來來來看一下 我們Shopee究竟有多神奇 你只要下載Shopee的APP之後呢 它上面會有很多個平台嘛 你只要點你想要的平台之後呢 你進去買東西 它上面都會寫說 喔比如說呢 你喜歡什麼某某商店 它就會有上面會寫 有3%回饋 那這個商店比較高 有7%回饋 好 所以呢你找到在裡面 跟平常一樣 購物 付款 就拿到現金回饋 好來我來直接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像我們就可以選 Xpedia或者是hotel.com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Xpedia 它這邊就會寫 最高4%現金回饋 欸住宿如果有4%的話很爽喔 而且重點是 大家可以結合 比如說你的信用卡 還有什麼 就是住宿有幾%回饋 那個都是可以一起用的 它不會說有這個現金回饋之後呢 你的信用卡的回饋就不能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Hotel.com 是多少回饋好了 3% 那我們就用Hotel.com來訂好了 來 新代 我們先訂一間示範 馬上就看到了 40%折扣 欸Hotel.com 感覺很猛啊 48折扣欸 2245 應該不用住太貴吧 因為我這一趟的目標主要是 追求集資質堂 所以住哪裡好像就 沒那麼重要 我就說算說很未知 但是呢我就猜應該不會 不會最後要入宿街頭吧 幸好 幸好我沒有 Xpedia 如果你是比較久之前訂的話 可能也是兩三千塊 那現在 現在算說比較貴一點 那個三四千 但是 我沒有Xpedia 而且我還搶到了一間2200的 然後再加上Xpedia 3%回饋 算爛 剛才爆風十口之後呢 我決定 就是這間 仙台清夜 Lifemax 飯店 我們要2245 剩下 兩間房 預訂 下去 正在聯絡飯店中 這可能需要一分鐘的時間 這樣子我就省了40% 然後呢還有3%的現金回饋 訂到了 結果現在我就是 我就是會在 危機中轉身的那種人 那我們就來去看看我們今天晚上的蝎腳處吧 台灣的納豆要不要出來說說話 台灣的納豆 這樣子88塊跟日圓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台灣的納豆是把日圓的那個價錢直接搬來台灣嗎 這邊這一間呢 就是在日本好像蠻大的一間那個住宿連鎖店 然後是三型的 反正就是會比較像台灣的那種就是青年旅館那樣 908 908 908 你明天見 你明天見 呵呵 908 哇這房間多了也有爆掉 不愧是商戶旅館 究竟晚上7點才訂的房間會到什麼樣的 來吧 一個晚上2400塊的房間 兩張床 然後呢 乾濕分離 欸唷 還有一個 小一缸 很可愛耶 算是蠻乾淨 然後呢 很大 那畢竟呢 我們這一趟的主要目標本來就不是住宿 是我們的極致之湯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這樣的住宿應該也還算是OK了 啊 感謝小貝 我現在看這個浴缸 比如很像湯道我的爸爸 他泡了家庭式的那種小浴缸 因為這個台灣好像比較少看到這種就是比較窄一點點的小浴缸 日本人的話就比較常見 我覺得我要來試試看 今天泡完澡 就結束今天的行程 好 那今天災難第一年 結束 哇 答案 這個從Biu想要真的好想超級多 那我們第二天 出發 感謝我的ShopBi爸爸讓我睡了一個好覺 然後呢又給我那麼多回饋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昨天訂完之後到隔天 我購物的現金他現在就出現在ShopBi帳號裡面 然後這筆回饋金呢 他現在是顯示處理中的狀態 那他等到他確認沒有退換貨啊 然後或者是取消的狀態 他就會變成已確認 然後已確認的現金呢 只要累積到200 他就可以匯到你指定的銀行戶頭裡面 那除了住宿之外呢 還有超級超級多的平台啊 像Pupenda啊 加皮 大家去挖掘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我又幫大家拿到優惠了 現在只要透過在資訊欄的連結 就可以直接領100元的獎勵金喔 我只能說這個平台超級適合我這個 特價怪人 我看到那個67%的回饋 整個都開心起來了 更何況如果是7%的時候 定忘了啊 超讚 喜歡省錢的朋友 就直接下載ShopBi跟我一起省錢 現在是早上10點鐘的時間 在這邊看著日本人這樣走來走去 喔好讚 那我覺得呢到現在 自由行 我原本以為會超級多粗暴的狀態 昨天都還沒有租車的情況下 然後呢在千鈞一把之際租到了車 昨天的住宿也順利的結束了 那再來就是今天 我今天住宿又沒有訂了 每天都是這麼的刺激 人生第一次出國自由行 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好玩的事情呢 我們在拭目以待 那我們第二天的 極致之湯追求之旅 繼續前進 我是拼音胖胖 我們下集再見